好月中 刚刚看到的是昨天晚上的演讲 那确实这一次联准会的利率政策 确实是相对强烈 确实我们看到今天的联准会的会议结果 一如大家事先的预期 这一次是不升息的 可是出乎大家意外的是 原本大家以为说今年可能 要么不升息 要么点多再升一码 没想到这个报告就直接了到就跟你说 有可能会再升两码 时间可能就是7月跟9月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直接对于7月份 再升一码的升息几率 已经超过七成以上了 那这另外就是降息的部分 那也是提到说 可能最快最快也是明年底 或者是后年才会降息 那直接的我们来看到 这个联准会议之后公布的 这个利率点证图 我们先看到今年的部分 就在图的最左边 我把它框起来的部分 这代表说我们先解释 利率点证图里面的每一个点 就代表这次开会的委员 对于利率的预测的投票 所以我们看到以今年来说呢 最多的就是我框起来 红色最左边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图 所判断说为什么还会再升两码 主要就是这个部分 因为在上一次三月份开会的时候呢 那时候预估的利率中位数 大概只有五点一 这次是五点六 所以换算起来就是多零点五 就是两码嘛 所以是根据这样子来的 那再来就是注意到明年的部分 明年的部分我框起来这个部分 他说怎么不是框那个最多点的 那个部分 不是最多点那个叫重数 就是最多人认为 可是我们一般看这个 就是看中位数 也就是说从高到低排序 最排最中间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二零二四年 对明年的预期 也从去上一次三月份的三四点三 上升到四点六 那换句话说就在告诉你 其实美国觉得这个通膨 暂时压不下来 所以利率的预期越来越高 那再还有大家关心的 就是经济数据的部分 好 我们先看到就今年GDP的预估呢 跟三月比起来 从零点四上调到一 这当然是好事 失业率是从四点五下修到四点一 这也是好事 可是很关键的一个数字 叫做核心PCE 这次联准会非常关心的数字 却是从三点六上升到三点九 所以这个数字一出来 就很明确的知道为什么联准会会把升息的幅度又往上调 最主要他们还是觉得这个通膨不会下来嘛 好 所以呢 这些细节一出来之后呢 在股市的反应就蛮有趣的哦 我们如果看到道琼的话 昨天是跌了零点六八趴 可是美国四大指数里面就只有道琼是跌的 其他是涨的 而且照理说对最敏感的就是科技股嘛 但是昨天废半居然还大涨了一点五二趴 显然大家对经济一点都不担心嘛 所以我们看到几家龙头的公司哦 苹果昨天是小涨零点三五趴 但是今年以来他已经涨了四十七趴多哦 那回答就猛了哦 回答昨天又大涨了四点八趴 而且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涨幅两百趴正好 市值一点零六兆美元 一兆美元越占越稳哦 AMD也不算 也涨了两趴多 今年的涨幅也有九十八趴多了哦 那我们的台积电就稍微低一点哦 但是还是有零点五七趴的涨幅 今年也涨了四十五趴之多哦 那特斯拉也很厉害 特斯拉昨天虽然是小跌的零点七十八 可是在此之前 他连涨十三天哦不得了 所以他今年的涨幅也一百三十七趴了 好对应到亚洲的情况 我们一直都在关心人民币的走势 如果美元强是不是对应的其他货币就弱嘛 那人民币显然特别弱 因为今年离岸人民币盘中一度来到七点一九二二 逼近七点二的大关哦 而且你看他哦 他就这样每周跌每周跌连叠了一二三四五六六周 就在台湾这个YT影片上有人天天唱衰美元 说美元要崩了 美国要崩了 美国要崩了 结果美国越走越强 然后真正在崩的哦 事实上是经济要在崩 然后呢货币一直在跌 偷偷扁 偷偷扁 然后扁就要测前波低点了 是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已经是去年十一月以来的新低了 以会议来说就是新高 那所以今年人民币已经扁了三点六趴 事实上美元没有特别 这阵子没有特别强 也没有说特别弱 就大概就是小幅震荡 可是人民币一直扁 那不就在告诉你问题所在了吗 好那最近看到日股 日股今天最后收盘虽然是小跌了零点零五趴 但是盘中再续创三十三年新高 盘中一度还是大涨的两百六十四点之多 那也今天虽然最后盘中是 最后收盘是下跌的 但是过去是连涨四天了 所以日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我再打个岔 人民币在扁 但是日股这一张也是周线 连时周红 就是这个有些人成天在唱衰台湾跟日本 其实台股今天也蛮强的 很多大妖怪也在动 因为最近都动到广达那种大妖怪 那种八百年不动的牛皮股 然后呢 这个很多人 我刚刚点名的特定的这一些媒体名嘴 是每天唱衰美元 然后呢 说中国好棒棒 中国一定强 结果呢 人民币在扁 然后呢 日股在飙 那美国是很明显科技股在飙 台湾市所有大型股感觉都在回春 然后这一波回春的都是老牌的那些大牛股 没错 我就补充一个台达电市值破一兆台币的 连台达电都可以这么高 这么高市值 你就知道这一波台股真的很强